觀眾朋友們晚安 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主持人許曉雯 在今天有一項的重大的交通建設 蘇花改的第一階段 進行了通車典禮 以及這個能夠正式通車 但是呢我們也看到了說 大自然似乎給了這一段蘇花改 有一些考驗 從昨天晚上九點多到現在 在這個花 特別是花蓮地區 當然是北部地區 也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地震 所以花蓮地區的朋友 可能從昨天到現在 就一直可能稍微處在 有些的搖晃當中 那當然北部地區 也可以感受到這個地震的 這個搖晃度 那當然很多人 第一個反應就想關心到 那今天通車的蘇花改 第一階段 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夠經得起 這所謂的地震的考驗 在我們節目當中呢 還有這個蘇花改通車之後 他到底是不是就是能夠給東部的鄉親 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那對東部的這些交通跟觀光 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帶來的影響跟衝擊 在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要一起來討論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我要介紹在我左手邊的第一位就是 台大技職科學系的教授陳文山 陳老師 大家晚安 第二位要介紹是 馮甲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系的副教授 李克聰李老師 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 前花蓮觀光協會理事長 施勝郎施理事長 最後要介紹就是 好人會館的好人 好心的創辦人 黃榮敦 黃創辦人 大家好 我是榮敦 首先我們要來看看 這段比賽 到底蘇花改會貫這個地方 周日晚上九點五十六分 花蓮近海發生貴夢五點八地震 當時蘇花改還未通行啟用 透過公路總局行空中心的監視螢幕 看到蘇花公路 劇烈搖晃與邊坡落實 不過蘇花改隧道內沒受影響 為了通設典禮準備的大螢幕 和盆花佈置都沒有搖晃 我們現場 跟我們馬上照片 連那個花 電視 就像那個兩百次的電視 都完好無數 沒有沒有受影響 工程處表示 蘇花改全線有八座隧道 環形的設計 原本就耐震 工法加強支撐系統 比起雪山隧道還耐震 可以承受七級震度 萬一真有更大避震 行空中心也有應變準備 如果真的有隧道結構安全的顧慮的話 那我們就會採取說 是隧道的一個暫時封閉 那會把那個車流疏導到 比如說原來的蘇花公路 或者是說我們另外一線的一個隧道 學者分析 蘇花改路線 比起原本臨海的蘇花公路 往內修正 以避開半蛙半填海地帶 降低邊坡不穩的風險 以通車完工的路段 安全應該沒有疑慮 但是位在地址破碎帶上的施工難度非常高 未來要注意的是施工安全 以通車的蘇花改 蘇澳到東澳段 在施工初期 就發生過大湧水 雨磚絕跡遭掩埋的意外 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施工 仍要面對地址的未知與複雜性 也有學者認為 若是地震發生時正好在灌江 可能會影響結構 事後就得重新補強 記者 宇蘭林堅一蘭報導 好 我們也把從昨天晚上到現在 有關於在花蓮兩日內 所發生的密集的地震 我們來很快的再來看一下 從昨天晚上到現在呢 這個鎮央在花蓮的東北近海 深度有十二點一的淺塵地震 總計有十三個有感地震 六十個小區域的地震 那連續規模達到五以上的 有三次 最大一次是在昨天的九點五十六分 規模是五點八 那當然線上舉說 這個叫做群震 那說在較短的時間之內 所發生的一系列地震 無法明確地判斷出主震 跟發生次數 當然這個次數呢 也刷新的一九七二年 開始有一些比較正式的觀測 紀錄以來的這些新的一個次數 那主要的原因是 菲律賓的海板塊 那擠壓的歐亞大陸板塊 所造成的 那線上舉認為說 這是屬於一個正常能量的釋放 那當然也有造成一些災情 像蘇花公路的台九線 一百六三點九公里處 發生落石 原本是採取單線的雙向管制 今天清程已經比較大的 落石已經清除完畢 就可以恢復雙向通車了 這時候我們要先請教一下陳老師 陳老師 很多人對於這個群震 這個部分 一滴喊一滴喊 就密集就覺得說 感覺好像就一直處在一個搖晃當中 這代表的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種就是說 你一個東西破的時候 他破的不乾脆 所以一直一直一直在那邊破裂這種樣的 那群震就是說 一般來講一個地震發生的時候 那可能在那個區域裡面 可能有一兩個前陣 然後有一些余震 那大概就結束了 那群震意思是說 在一個短時間內 可能一兩天一個禮拜 甚至更長的時間裡面 一直在同樣一個地點 一個小區域裡面 一直發生地震 那叫我們叫群震 那一般來講 在這個區域 在這個區域 今天這個區域裡面 過去的一些地震紀錄裡面 他也很多群震在這邊 那只是說 我們昨天到現在的 這個群震的數量 太多了 都六十個 這比較多一點了 那基本上來講 他的震度都不會太大 最大的大概都五點多 說講昨天那個大概六點零 所以我想規模六的地震來講 一般來講 臺灣來講 不會有什麼太大災害就是 好 在剛才的這個VCR裡頭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 就是說 最起碼這個蘇花蓋 這隧道的抗震 說可以到七級 那他有抗震到七級的地震 那表示說 過去也有人說 花蓮曾經有一些週期性 像上個世紀 也有一些週期性的大地震 那當然在這一次的一個地震當中 也重新再被提到 會不會這個經過百年之後 又開始活動了起來 我們這樣講 一個結構體 不管隧道也好 其他也好 他能不能抗震 尤其隧道來講很長 其實都是十幾公里在這邊 所以我們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看 一個就是說 地震來的時候 地震波來的是加速度 那他能不能抵抗這個 就是一般工程人談的 或是一般人談的 他能不能抗震 那個花蓮就是地震 那地震波傳到臺北來 臺北的房子 能不能抵抗他 OK 那我那一般來講 我們的建築來講 結構物來講 都有一個安全的一個 一個數的規範 例如說一般花蓮市來講 建築物的那個安全係數 是零點三三G G是一個重力下速度 就等於三分之一個 重力加速度 所以那個來講 已經是已經很好的一個 一個高標準了 那當然一般的水庫 隧道來講 可能會更高 更高一點 那當然 你說他能不能抗震 那就看你在這附近的 這個地震的規模 多大 那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說 因為他他的隧道很長 是不是他有沒有經過活動斷層 因為這個區域是山區 山區以前的資料是非常少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 這個區域裡面 有沒有活動斷層 如果有活動斷層 那那個斷層如果移動的話 那你隧道當然一定垮 但這一點我們只能猜測 因為沒有資料 我們不能說 但是我是說 一個結構物 他能不能抗震來講 應該分這兩部分來看 但大部分我們只是說 一個強烈地震來的時候 他到底能不能抵抗得住 那花蓮這個區域 很多地震 也很多大地震 像我們蘇花蓋這個沿線的外海 這邊來講 一九二零年 我們有一個認為 他規模到八點零 八點零的地震 那個強度 大概都是七到八 臺灣當然是七級最高 當然如果是用那個 他可能會更高 所以你現在如果規模 八的這種地震來的時候 在附近區域 那你的隧道 到底能不能抵抗得住 那當然是問題 不過當然這個東西來講 我們不能說把每一個 建結構物都蓋到說 銅牆鐵壁什麼地震來都不會倒了 不會不能這種樣子 當然就要看你過去歷史紀錄裡面 在這個區域裡面 最大的地震 最大的震度多少 那我的規範 就比你的這個歷史紀錄裡面 還高一些 那這樣就比較好一點了 所以蘇花蓋這個東西來講 當然還好 我覺得但是問題是我現在 其實他有一個比較擔憂的問題 是這樣 今年不是蘇花蓋抽攤嗎 對不對 他現在不是說 大概要八個月 你應該可以把它清完 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什麼奇怪的 大家都肯定都不太清楚了 抽攤是我們挖到他的時候 他馬上就垮了 他不是他挖完了以後 結果那個牆也蓋好了 過了好幾個月 過了一年才垮掉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對不對 那表示說 第一個你可能當初 在挖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這個 這個破碎袋 然後你也把它蓋好了 你認為說我穩固了 結果他垮掉了 表示你的結構不行嘛 那就是說 當初你在挖的時候 或是在設計的時候 碰到這種問題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東西 應該理論上來講 這個地方你應該要特別加強他 他本來就是破碎袋 只是當初你挖開他的時候 他還撐得住 但是你沒有注意到他 好 那這種斷層帶 在這個路段裡面有多少個 你有沒有注意 因為你這個你沒注意到 那可能還有耶 那那還有的話 我擔心的是說明有些 可能還比較強一點的 他說不然你過了一年後 通車以後再垮了 那不是就出問題嗎 所以這個東西 我是說施工單位 一定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回去檢測 當初在開挖的時候 一定有地 一定有地址資料 有沒有類似這次垮掉 這種同樣地址條的情形 那邊是不是要去加強 那些結構 這是我別擔憂的事情 老師的確是從一個地址 就是跟一個謹慎的一個態度 來談這個問題 那也的確在蘇花改的 整個施工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得到 大大小小的所謂的 攤方的事件 其實也不下一兩百 一兩百起 我們也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通車典禮 是蔡英文總統 她親自出席 她說這是 洗劫像感染的地方 最艱難的地段 她說都突破了 我們先來看這段比賽 重型機車違法闖入指線 小客車通行的蘇花改通車路段 東澳端闖進兩步 蘇澳端五步 蘇花改分隊出動警力攔查 在隧道出口將騎士攔下 開除七張罰單 三十多名重型機車騎士 不滿蘇花改將機車族排除 在下午四點蘇花改開放通車時 就在入口處集結 舉著標語訴求也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騎士們一度想強行進入 和警方對峙一個多小時 最後警方以不遵守道路標誌指示 開始對騎士開罰單 一連開出十九張 騎士們才一一離開 騎士上午在通車點底前 騎士們就到現場表達訴求 對此公路總局回應 銀蘇花改長隧道路段佔比百分之六十三 空氣品質與噪音和溫度都不適合機車曝露 評估後決定不開放機車 而上午總統蔡英文出席通車典禮 和工程人員一起觀賞 紀錄工程過程的微電影 總統強調 這是一條為花東居民打造的安全回家之路 各方對蘇花改的建議也會要求相關單位進行改善 而這段時間以來台灣社會對蘇花改的種種意見跟指教 我相信行政院也會進一步來審慎評估 作為後續工作的參考 蘇花改第一階段通車蘇澳到東奧路段全長九點七公里 是過去最常發生攤方的路段 正式通車之後 各界也擔心春節期間疏運 宜蘭縣府表示 塞車是難免但已經做好準備 將以人人化耗製雙重引導 分流蘇花改和南方澳車流 記者綜合報導 其實蘇花改他分三個階段 他三個路段三個路段 然後要來做通車 那今天先通車的是A段 就是蘇澳到東澳 那B段是南澳到花蓮的和平 C段是花蓮的河中道大清水 就是三段 那同樣的A段是在今天通車 B段跟C段 預計在民國一百零八年要通車 總統今天說 今天通車蘇澳到東澳段 可以說是艱難中的艱難 因為要克服 剛才所提到的地質多變 還有山區的地下水豐富 開著隧道設施突破萬難 而且這一段完工之後 總統說這等於是最艱難的 階段已經度過了 這句這些話 到底是一個事實 還是個場面話呢 李老師 基本上應該這三段裡面 還有一個更長的隧道 就是觀音加上古峰隧道 這兩個隧道 一個是五點七公里 一個是七點六公里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十三點三五公里 比我們的血水還來得長 所以我覺得那個部分是應該是最艱難的 那目前剛剛教授也特別去提到 他有抽攤的情況嘛 所以我覺得目前就要特別注意 那一段的抽攤的過後的 怎麼樣去做一些檢查 跟一些維護 然後呢可能要把問題找出來 因為可能那一段的風險 比我們這一段的第一階段還要來得大 所以如果從教授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開頭而已 中間那一段比較長的 二十公里那一段 包括了有五個隧道在裡面 古峰隧道 觀音隧道 這些都在裡面 特別是古峰隧道還發生了大灘方的 在去年發生大灘方的一些狀況 所以面對的這些情況 但是呢萬事 人家說頭鬼 新的鬼 頭鬼 新的鬼 是不是真的能夠完全應用 在蘇花改這段路上 那當然呢 在這一次的蘇花改第一段 就是說原本可能你走一段這一段路 因為你經過了海岸線 要三十分鐘 那你現在可以縮短二十分鐘 因為他就是節彎曲直 你就變成純十分鐘 這樣這段 這段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想要請教說 這一段那很多人就會說 喔 這一段那現在去花蓮 是不是就比較快 是不是就比較安全 是不是等於全部呢 那個 理事長 如果說今天小英堂這樣精采 我感覺他在作秀 我們本來就不是在蘇花改 本來是蘇花糕哪有蘇花改的理由 蘇花糕是我們 本來就 這個立法有三特通過 就是蘇花糕 蘇花糕 這在花蓮 有 有 有頂路的事情 你知道嗎 現在就變成 什麼 如果說到痛苦 就是游蝕困 好成蛋 那這兩個就是痛苦 的 最虧你知道嗎 你現在為什麼要說蘇花改 蘇花改是要進去做什麼 你還有這個技術 今天我也在看 你紀念突破蘇花改 你怎麼沒辦法做蘇花糕呢 對不對 這種的 道路是 國家的道路 你現在用歐洲賣金 每天都賣金 本來是蘇花糕 你就用五金就好 那就用蘇花改 對花蓮人不太好 是 花蓮人是很可憐 花蓮人跟三點公民 雖金照照 館公家現在這樣一個 一個廳棚 人家都會 下廳 東西 在旁邊 到外 人家 要來 做 成長 那些廳棚 我們看 救護人 那些 說不到的 那個 人家有 聖聖 智 那些 政府現在在辦 償事 要無 什麼人 叫崧嶺 沒有 這優勢君 你做行政議長就好 你沒要蓋也沒關係 你就落台這麼一電視台說 我就條件 你們發生人家有意見 我就沒要給你蓋 這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理事長 你想到 這一路走來 這一路走來 其實 老實說 這真是可以寫成一個大事記了 那個梳花 從梳花糕 到一路就換成這個梳花蓋 甚至有梳花季 我控制兩次 那像其實這些部分 但是中舊政府是開始有動 中舊是說 譬如說 真的像蘇澳 像蘇澳到東澳這個地方 這時間有節省了 像這個創辦人 你最東部 包括這個農產品運輸 你最想瞭解 過期好像大家 還有稍微有一個落後 貪方落實的 你那些東西 放那些農民 那些東西就載不出來了 實在說 花蓮的歷史 從以前可以開花蓮港 蘇花公布沿海線可以通 蘇花的鐵路可以用 對我們花蓮的人都是很高興 很重要的大事 所以我雖然以前也是反對開高速公路 但是今天我的心情很高興 我當時 當花蓮是在財 起來台北買的 回去是把家具上去做災區 台花蓮剛才遭遇的災難 不是只有蘇花公路 會不會有這個危險的問題 說起來是整個東海岸 因為就擋在前面嘛 所以會有這些狀況 但是我覺得像今天 重機車也好 或者說這個施先生的意見也好 我們花蓮人的本質 像北火鐵開通的時候 不知道克服多少困難 北火鐵才開通 花蓮人十九年來 頭一次做就 就是有所害的事情 所以我是一個認為說 困難的是那個共識形成 政府下定決心把這條路改善 我覺得這個期望是很不容易 所以第一段可以開始燈當 後面當然不代表說一定困難 就是沒有 但是反而人的發育 宜蘭人的發育 應該是這件事 值得很發育的事 老師說這次的這一段 那政府他們包括 他雖然是把他改成新的省道 改成新的省道 但是他是用 包括他是用高規 高規格的 就像剛才理事長講 他是用高規格 用高速公路的規格 包括他有這個移控中心 會啟動這個移控管制 那看看比如說 時數如何 都會有 因為本空真的是有夠長 三四公里這麼長 好 李老師 我想請教的 對花蓮人來講 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政府有這樣的技術 可以做到高速公路啊 可以做到這個扣站嗎 那為什麼不給他們這個扣 這個扣站的座樓 這種層次的道路 為什麼只能給他們這個抒花蓋 但是這是民意跟環保 或者是在這當中的落差是什麼 應該這樣說 當初從需求上來看 應該做抒花高 但是環評嘛 環評環境的保護也很重要 所以到最後就選擇了一個妥協的方案 我們叫做抒花蓋 就是抒花的改善公路 他基本上是用一個快速公路的標準來做 但是我特別去強調 如果這條公路去改善的過程當中 如果跟我們的民眾說清楚 他不是要增加我們的道路容量 他是要增加我們的安全性跟可靠性 比如說好了 我們將來蘇花蓋 如果全線通車之後呢 我們的大貨車是只能走蘇花蓋 不能夠走舊的蘇花公路 他就要想要利用車種去做分流 讓他達到一個比較安全可靠的 這樣子一個通車的標準 但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機車就不建議他走蘇花蓋 因為我們現在當初用一個快速公路的標準 因為有環保跟工程上面的經費的考量 我們大概只能做一個車道 再加上一個緊急救援車道 然後一個車道 就雙線有兩個車道 單線只有一個車道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我們通車的這個考量 就必須要特別去加以考量 如果大客車要走蘇花蓋 那機車如果再走蘇花蓋 在只有一個車道的前提之下 他可能有安全上的顧慮 我覺得基本上交通部 應該把這樣子的一個來龍去脈 把他當初規劃的主要的目標 要把他說清楚 我覺得這樣才民眾才不會 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 當然會有很多抗爭 好的確這其實是說 很多人會覺得我平平都是用路人 就可能像理事長講的 平平都是用路人 我騎腳踏車的 我自行車還台的 為什麼我不能再走這一段 的確這是在一個不同的道路規劃上 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政府其實也是 的確是要去跟對外來說明 但是我們也要來看看之後 這一段通車之後的效益 除了剛才我們說到了這個時間 沒彎彎彎彎 有節省時間 可以省二十分鐘 那就是我們開放的 就是小客車先行 時速六十 兩車有間隔 一定要隔五十公尺上下 那過了一段時間時候 才會開放大客車大貨車 那禁止因為他是長隧道 會產生廢棄傷害 所以大型的重機機車自行車行人 只能走原來的台九線 那當然也有很多的爭議就是說 那重新因為我們剛才也有 路線圖也有看到說 這個好像這邊到這裡一段 然後還原來的台九線 又在這裡又來建一段 好到了這裡 又來走下面的這個台九線 然後又建一段 為什麼有一些的道路 沒有做這樣一個銜接 到底是一個區域考量呢 或者是說其實這在工程上面 是有他的困難度 基本上當初在做這個工程規劃的時候 他選了三段 就是所謂的ABC三段 他認為比較高風險的路段 他先做 然後呢特別是在 當然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 就是東澳到南澳這一段 他只是做局部的改善 一些路型的調整 幾何的這樣的改善 希望能夠把他的風險能夠降低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清水到重德這一段 然後這也是應該特別是需要改善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應該把這個分階段改善的過程當中 要跟我們不管是關心的民眾 也就是花蓮的民眾 因為他認為有這兩段 如果沒有改 然後呢他很可能就在這兩段造成嚴重塞車的現象 然後這兩段也可能會有交通安全上的風險 那這個當然是民眾他所顧慮的 另外我要考慮到一個就是蘇澳 我不知道說蘇澳 像那個黃創辦人 像你們這樣在 這樣在這些農產品的時候 經過蘇澳 比如說他因為他現在在這個蘇花蓋的部分 他其實是一條線而已 你用一個方向其實只有一個車道 但是呢比如說國道五 還有在國道五他進入到蘇澳的市區 然後大家其實都是在蘇澳這裡做一些交會 據說蘇澳在這段時間 其實已經出現很多賽車的狀況是這樣嗎 其實以前蘇澳公路在行走的時候 只要道路攤方 車子一定本來就是擠在蘇澳那個地方 所以蘇澳其實是一個緩衝或救急的站 也是我們休息的地方 我是覺得說像我們花蓮人 因為長期這個交通問題 不是馬上就能夠解決 像我自己這樣子大大貨車我開 小貨車經常非常頻繁在跑這條路 我自己是很典型的用路的人這樣 那以前如果是蘇花公路 那個大貨車在跑的時候 前面如果有腳踏車 哪怕是車隊 沒有就算有前後的這個導護車 都很危險 因為大貨車其實有很多視角上面的死角 那現在改善之後 那個線型其實非常好 我自己這樣跑過幾次 我覺得真是覺得很高興 這麼多年來不同的意見 大家吵架 甚至縣長選舉也都產生這樣子的線 就是說可以有說 為了要建高速公路而當選縣長的狀況 可是是好不容易 讓這個事情有一個共識 然後來發展 所以現在我還是贊成老師講說 其實還有很艱難的路段 更長的路段 更危險的路段 可是一樣的那個路段 當我們以前沒有這條路可以走的時候 走的地方更危險 今天通車的第一階段 老實講我是常常在那個地方 九公里那個地方 就要停在那裡 有一次我還 我們花蓮有個前縣長 他說你在賣菜 幫助農民很辛苦 我想看看你到底怎麼走 我說我半夜三點鐘 從花蓮出發走 蘇花公路上來 他跟我一起走 經過那個地方 剛好天要亮的時候 那個地整個裂開 沒多久 那個地方全部攤方 所以民眾 包括我自己 我也很希望有一條很安全的道路 可是那個是一個 這麼樣危險困難 而且對這個地方的改變 這麼重大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個人 我經歷過北回鐵的通車 我看到我自己 爸爸媽媽 我的阿公阿嬤 那種的歡喜 就對了 那今天還沒有全部通車 可是我覺得即使後面 會碰到困難 已經決定要做了 我們就一步把它做好 那用路人也是一樣 我自己開大貨車 我知道花蓮人 最需要的就是立即 大貨車其實是最危險 那你既然有一個 最安全的這個 這個高標準 那讓我大貨車走 可是我們心裡 何常又不是想說 對啊 讓他走順了安全之後 我一定會變成其中一個用路人 我想這後面的動作 等到更熟悉之後 應該會改變 好 李宿廚 你真的有很多話要說 但是 是不是說 對著這條路 有的人說 這條路紀念有通啊 對法蓮的觀光有幫助嗎 這是他在說的 他就在做這個行業的 開車說他安全 為問題 你要為法蓮代表 下去說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法蓮人的訴求 我們是要 一條平安回家的路而已 跟 有說 對政府的要求 有太過分 對不對 你現在說 你輸了 改 改也到當上而已 今天就要叫小英出來錢 你叫蘇歐町 就有夠空 他就要叫到總統來 他根本他也不罵 對不對 我從明國九十六年 跟環保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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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起來都要選起議員 他跟環保聯署在住 對不對 你們 像我這個 我環保聯署五十年了 由政府整個 北海鐵路 你現在坐普悠麻 你看 那老鐵路也在 對不對 你現在 什麼 那當時 的 老鐵路 現在用 雙線的電器 人們現在 在走得這麼安全 這個國道 國造 要求一條 一條 可塑公路 就在整地來 把環平 環平 再來 混沾不平 現在 我很愛開一個節目 以前 靠到我們環保署 在抗議的時候 在參與 待會兒 在說 一些有的 沒有的時 人們現在 走得出去 替更逃 必出逃 在這裡 把政府要愛情而已 如果我們現在 發生人 直接跟大聲說 郵司君 不對 賀春彈 也直接 變過了 他現在做交通 部長 今天又去 我相信理事長的聲音 也是某一部分 可能是地方的聲音 他們長期以來 也訴求一條 就是說 我們要跟你們西部人一樣 我們你們西部人 都已經 有兩條 三條 你說兩條 為什麼我們怎麼 不能有一條 都沒有報到 那像是這個問題 其實像陳老師 是 可是呢 環評這樣子 是長久以來 國家的一個進步 一直對這個土地 土地的一個認同 跟這些問題 如何去跟民意 在這當中 這些年 雖然有蓋了一個梳花蓋 但是我們看到了 在這當中 可能有一些的 觀念想法 是不是還能有 極大的邏差 我想一個 一個 一個道路 運輸 這個當然都有 他很多的考量 當然第一個是 整個經濟的效益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是 當然 整個 當然經濟是很重要 那之後 當然ok 我評斷直接說 我有經濟效益 我要做 那當然才進入說 那我路要選擇 在什麼地方 比較安全 在施工和安全 或是等等其他 後面的問題 所以臺灣並入 考慮就是了 那臺灣 我覺得臺灣在大的來講 不只是道路 因為這錢都花很多 很多的一些公共建設 其實都是在白花錢 道路 我覺得也是 其實我這樣講 其實他早就在十幾年前 早就在規劃環島的高速公路 只是你們不知道而已 蘇花改這個 其實從花蓮到臺東 已經地質調查 已經都有資料了 他以前本來就要蓋一個 從花 等於環島 對不對 那那個都有 都有 那是 問題是說 你適不適合 要不要 花蓮到臺東 要不要有高速公路 這是一個 那如果你真的有 經濟那個效益 那我要坐 坐在哪邊 這當然要考慮 所以我想這個 都都是一個 一個必須要去從經濟層面 那去去探討的問題 那我剛才講是 我們都學不會花錢 我現在不是講到 我講一個很簡單 一個那個 我們的河川的整治 你們不跑 你們不爬 我們知道 我盡量跑山 你會發現到 像東部來講 臺東 花蓮這個 我們跑到青山 那這樣 連人大都沒人大 也是做一個 那核體 那核體 五百多公里 像我都要花幾億 核體 再碰 鼓勵什麼 那你出車幹嘛 你怕山崩吐司 怕洪水 荒原一公里 你也沒有一個住戶 這種工程很多 那所以我剛才講的是說 那個鐵路也好 公路也好 那個好 本來就有那個 我們之前不是有抗爭 那個阿朗一古道嗎 那個鐵路要從公路 要從恆盡半島 那個到台東 那個也是一樣 所以我剛才講 不管怎麼樣 這個東西來講 其實都要從一個 比較上位的層次去想它 那蘇花蓋這個當然原來是想要蘇花高 變成蘇花蓋 這當然是兩邊的拉力在拉扯 最後就選擇一個遮中 好壞當然我們不知道 但是就是說 你現在來規格來講的話 當然是小了一點 我個人覺得 如果是將來 你如果要繼續發展觀光 要很多人進去的話 那當然這個道路上 單線來講 是有點小 那基本上現在目前來講 估計如果前段通的話 節省時間大概是四五十分 我們知道我們 我經常坐遊覽車到花蓮 一年至少差不多七八趟 待學生去實習 大概從臺北 臺大那邊出門到花蓮市 大概四個半小時 那將來的話 大概可能四個小時不到 那四個小時不到 當然對我們來講 就省下很多時間了 那我可能我們 所以將來我想 他開通以後 會影響的是宜蘭 因為我們就要到花蓮去 我幹嘛在宜蘭 對不對 宜蘭那邊大概 可能臺北人也玩太多了 如果你有兩天的假期 我就可以到花蓮 對不對 那我行程就ok了 我剛剛陳老師 可以在宜蘭 先吃肉圈再來花蓮嗎 是嗎 我們在的情況是這樣 說起來是在花 像這個統一的車子 每天在跑那裡 以前大理石車子出來 也是在跑 但是講起來現在的這個路客 其實他不是跑這條路 他是坐區間車 或者復興號到這個新蘇澳站 然後車子在那裡等 所以其實這個是改善了很好的一件事情 這個公路會有新的發展 沒有錯 再過來只要搭配這個鐵路的 普悠瑪跟泰魯格號 把這個車票供應起來 其實觀光的部分 我覺得是好 那另外是別的部分 比如說以前花蓮的這個農業 要運送出來的時候 不容易 現在路客很多花蓮的農業 這幾年其實非常好 不必真的要崩盤送出來 不夠吃 魚也不夠吃 這條路的發展性就是在這裡 當他以後很便利的時候 鐵路也一樣跟著進步的時候 花蓮就會變成整個台灣的後山 可以有很好的有機種植等等東西 他的情況會改變 但是以目前來看 他如果同時搭配 把這個鐵路在這個票 讓他再豐富一點的時候 這邊其實不見得到 造成那麼大的雍塞 那我自己走這條路 我是從小到大 我們家就是貨運行等等 我自己又現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常常知道 不管是路修得多好 用路人要守規則 我安全你安全 那大家如果說 一定要一個高速公路 然後其實高速公路上 也要開很快的跑車 那那個地方是很危險的 所以像我們花蓮人 長期就講說 不管你怎麼樣開車 像我爸爸總是教我們 就是要怎麼樣安全 那這個就是我們本地 花蓮人幾代人的性格 就是這樣 以這個情況不是請總統 花蓮人的性格 這個是要請信念 是這樣很開心 很開心的事情 好 我們先來看一段PCR 我們來看看說 到底說 蘇花蓋 如果說按照這個時程 它持續通了之後 那對整個一個民生 花東人的一個翹首盼望 還有是不是我們說的 在蘇澳那一頭 或者是在尾段的那一頭 還有一些塞車的憂慮 來看這段PCR 走進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的 長春慈台地 放眼望去 只有一台載了十人左右的巴士 再次下車 和過往遊覽車塞爆的景象相比 差很多 看得都知道了 為什麼差那麼多 前幾年都不是這樣子 現在都越來越蕭條 花蓮觀光有多慘 觀光局統計去年一到九月 和前年同期相比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旅客人數 負成長四成三 僅次於墾丁貓鼻頭公園 而黎玉潭也減少了二十三趴 陸客不來加上公路常常攤房 都影響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觀光人數 而今東部民眾引頸期盼的蘇花蓋 蘇澳到東澳路段總算通車 是否能挽救花東觀光 備受關注 但在此之前 必須解決通車初期 只開放小客車 並限速六十公里 該路段可能因此塞車的疑慮 由其農曆年關將至塞車問題可能更嚴重 對此宜蘭縣府表示 將以人員和號制雙重引導 分流蘇花蓋和南方澳的車流 但屆時返鄉和出油人潮眾多 車流量勢必大增 政府是否能夠成功消化車流 年節輸運將是蘇花蓋第一階段通車 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我們其實我們其實在我們是說 一件事可能是一體兩面 甚至還有更多的多面 李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當我們在提到是說 從蘇花高到蘇花蓋 是不是真的是兼具到環境跟安全的雙影 你覺得有嗎 有做到嗎 我覺得至少它是一個平衡性的方案 我特別去強調 我們大概將來除了公路之外 我們鐵路改善也非常的重要 我們就拿雪碎來看好了 其實宜蘭通車 那原來雪碎是單方向有兩個車道 可是我們當初就預測一定會塞車 其實它兩個車道 因為我們如果做了一條公路的改善 我們會吸引更多的交通量進來 所以我一直強調智慧化的交通管理 可能是一個關鍵 所以將來這條路 是不是能夠發揮它的預期的效益跟功能 我們可能必須要從兩個方式來談 一個就是要減量 減量就是希望鼓勵大家多做大眾運輸 鐵路跟我們的將來的客運 那我特別強調 我們現在雖然只通了一個車道 但是我們右側有一個還比較寬的緊急救援車道 所以那個時候說明可以變成大客車的優先道 那鼓勵大家做大眾運輸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分流 比如說好了 我們現在雖然通了蘇澳到東澳 我們大概有三條路 下了國道我們之後有三條路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我們怎麼樣讓它能夠適當的分流 千萬不要忘記我們有很多人 要到南方澳去玩 去吃海鮮 那怎麼樣去做好的分流 不要大家都擠在同一條道路上面 那塞車就會變成一個週二複始的塞車 所以我覺得至少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有一個施工處的行控中心 正在努力做這樣的事情 他第一個做了一個突破 就是把我們的國道省道 跟我們宜蘭縣的交通的資訊 把整合在同一個行控中心去做監控發布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將來怎麼樣讓我們的交通能夠分散在適當的道路跟路口 不要塞在一團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除了蘇澳會塞車之外 我們最擔心的是通道這個東澳之後 東澳那一段會塞車 因為兩條路會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怎麼樣去控制他的交通量 那個也是很關鍵 假設我們如果心通了 通車是一個非常好的高興的事情 總統也去監裁嘛 但是如果通車反而造成塞車 那這時候大家民眾的民怨就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怎樣做智慧化的交通管理 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當然也有人說 除了蘇花改 除了陸陸的一個交通運輸 還有鐵路 鐵路反正常常說買不到票的運輸之外 也有人會提出說 為什麼不好好的發展海運呢 像花蓮人是不是也有希望能夠發展海運這條 甚至是說他也成為觀光的部分 很麻煩啦 海運不方便啦 海運你跟這個公路和鐵路就不太好了 你現在要來走海運 要怎麼做到破壞 對不對 你有配套出來 像華蓮為百歲鐵路到現在 一票藍球到現在 以前說大陸人數來 叫我們華蓮人家暈來 就為了賺到大陸錢 就要女兒去擠火車 我們也癲癲 現在代表人士不來 也是又去打也是又不簽票 也是又叫我們要喝奶 還是要喝奶 這個相信你如果去法連你就知道了 我直接說過 我絕對沒有為到我們的家庭企業 或是去賺到什麼錢 替法連人 王子人 酒頭沒說到 不知道 他們家是一件事 所以說有時候政府我們是訴求而已 跟他爹下 立稅一樣 三頂公民要高速公路沒有 我們就要高速公路而已 哇塞你的手法改 手法改 對不對 那都騙人 無關公 這個人 這個交通不去維持好水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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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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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參加控制的九十六年 我就割了百幾台去 唯一 瞭解你市場內心的憤慨 但是我們一樣就是說 其實當我們很多的工程在做的時候 我們考慮到的也是一個 到底能不能做 然後做出來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也是真的安全 因為我們要來回顧一下 這個紓花改的過 這個 紓花改的這個過程 紓花改 其實在就連要做之前 其實有很多的爭議 那還有所謂的貪方 環境 或者是抗症的 其實種種問題 這些都存在 我們先來看 我們也來看一下 在這個 CG裡面 其實紓花改真的安全嗎 這個層級還沒那麼高 你要的高速公路層級還要高 我們來看一下 這紓花改安全嗎 他經過十四個斷層 比如說 他通過的斷層 有的不是活動斷層 在施工的時候 他們有考量 那所謂的接口脆弱的地方 都盡量挫快 希望不要有一些 折斷或毀損的災情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也有教授認為說 公路不會像這個軌道變形的 這麼敏感 就算有連續地震 也不會影響到通車的安全 那另外呢 我們不能否認 在這些的一個紓花改的 一個過程當中呢 他的隧道工程貪方 有過兩千次 有過兩百次 對不起 兩千次就嚇人了 好 他們公路總局說 他現在是可以透過這個儀器來監測 這個地質破碎跟地下水 但是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 隧道內是不是還會發生大一些抽攤 那完成三座隧道完工 未來五座的確是一個工程上的大考驗 是不是 真的在安全跟施工 包括技術 陳教授 這真是一個大考驗 是嗎 我想 蓋這種隧道工程 隧道這種 這麼 路段那麼多 那麼這個很長 隧道很長 我記得三十幾公里 四十幾公里 那而且都在高山區域 我想這個在從這邊進去以後 到了和平這一帶 清水的和平到花蓮 都是高山 山最高也刻到一千公尺 這樣 那個來講是工程上來講 是有一點要考量 因為他山高的話 壓力就大 所以以前我們就跟蘇花改這邊講說 你那邊要特別注意那個泳水 因為泳水 那個水頭會高到幾百公尺以上 那個我們講 寫稅的話 水頭就五百公尺 你看他搞了五年還搞不定 這邊水頭可以有些 如果碰不到的話 可能也可以到上千公尺 幾百公尺以上 所以我們會一直在提醒他 但我剛才意思是說 這種山區的這種隧道工程來講 的確是困難 但是以現在的技術來講 應該是沒問題 只是說你施工的時候 你要多注意 就我多花一點錢 要去注意這些安全的問題 那我想臺灣的技術上是ok的 只是說我們經常 你看剛才講的 我們現在路段 通車這一段 從蘇澳到東澳這一段 他前面兩次在那個鐵庫那邊也出泳水嘛 這次在那邊開花的時候又泳水了 你明明知道 明明知道應該理論上你應該有辦法克服啊 為什麼一再而三到那邊你就又發生問題 這表示說我老實講以我個人來講 我們的技術 我們那種施工的品質還不夠 所以我們擔心說你在這種地方來講 是不是會出問題 你出了兩百次 那個都是小問題那還ok 我想技術上都可以克服啊 其實有些兩百次的問題 有些東西如果是照以前我們講的 你在打隧道的時候 你要有一些掀起的調查 前進鑽探 或是什麼一些地鐵物理探探 那有些問題就可以避免掉了 但是都這個都好像都沒有避免掉 包括這一次的去年那個 那個整個抽攤掉 那個都其實我是個人認為說 雖然沒有造成什麼傷害 但是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嚴重問題是說你施工人員 沒有那種意識 就是說這不應該要發生就對了 不應該要發生的啦 所以你現在書法改是簡單 你們現在大概還沒聽到一個說法 九月一之後的話 有人提出要從臺東 臺中打個隧道花蓮 我跟你講 全世界還沒有人有這種技術 對不對 你看那個隧道多長 三多 三千多公尺 那個那個不太可能 我們說你開個隧道幹嘛 對不對 你要方便誰 當然花蓮到臺東很快 但問題是你要花幾千億 臺灣有這種錢給你花吧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當然都有很多的考量 剛才講就是經濟 消費方面的考量 但技術上來講 以目前這個路段來講 我認為是我們是可以的啦 只是說你的 我們的這個施工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用心 不是說技術不好 所以你看這個 這些抽張問題 理論上來講都不應該 不應該發生這種這種事情 你已經隧道開好了 牆也做好了 結果讓它垮掉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陳老師對這個事情非常敬意 老師說這種事情 我們聽到 我們也原本以為是說在挖的 臺灣的技術不是不行 我們經常 媒體上經常 我們會讚 會讚美血稅 我跟你講那個根本 我說你根本不能讚美 他一個失敗例子 那是一個失敗例子 欸 血稅打 打通 還沒有打通 湧水 那個停工停了五六四五年 那個花了好幾百億在那邊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處理 那個東西在你前面的 還沒有選擇路線 在地址攤 地址攤的 應該就知道那種問題了 其實是在那種地 那種階段裡面 你就應該要知道這個事情 為什麼還要在施工裡面 碰到這麼大的事情 然後又停工了四五年 我說四五年是讓他擺爛的 其實那個廠商來講 理論上來的 農工處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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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罰錢嘛 一天你看要罰多少錢 要罰倒 好 我們最後也再來看一下 有關於在這 蘇花蓋 其實在整個一個 從之前的爭議 環境的問題 抗政的問題 種種問題 我們來做一次的瞭解 放有望去全被碎石掩埋 蘇花蓋古風隧道 去年十月發生開工以來 最嚴重的攤方意外 地下水不斷從岩壁滲出 支撐隧道的崗古也彎曲變形 不只這一次 居師工單位表示 這七年來光是隧道工程 大大小小攤方就超過兩百次 地質環境學者分析 蘇花蓋岩層屬於變質岩 一旦地下水曾被擾動 依造成抽攤現象 蘇花蓋遇到的狀況 還有二零一二年三月意外出土的漢本遺址 隨著考古團隊的深入挖掘 出土的遺跡上推到距今兩千年前 範圍也越來越大 影響到蘇花蓋宜蘭南澳段 到和平段的工程失作 學者表示 文物毀掉就沒了 需要格外重視 去年九月蘇花蓋南澳至和平段工程範圍內的考古工作完成 移交給工程單位繼續施工 工程處長少後傑強調進度不便 但環境與文化遺址的不確定因素環繞 蘇花蓋是不是能在明年年底全線完工 仍是偽直樹 好 我們看到了 雖然第一段通車 我們覺得很開心 覺得說開始也有一條 希望這是一個 一條安全回家的新起點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 在這個工程施工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能夠從此 從此人定勝天 能夠有一條 就這些問題 大家都可以高枕無憂 起好就是起好 有辦法嗎 李老師 我覺得這是一個開始 但是陳如剛剛陳老師講的 我們雖然這是一個平衡性的方案 我們大概顧慮了工程的技術的難易性 抗證的標準 還有成本效益 還有我們的環境保護 等等這些 綜合起來做了一條塑花蓋 然後呢 但是呢 我們的風險管理的 這個意識一定要加強 我們在整個施工的過程當中 要持續地去做監控 在交通的管理上面要持續地把它優化 這條路呢 才可以發揮它當初規劃的基本的效益跟功能 我覺得這邊要特別地呼籲 那我們的用路人也要去了解 這條路呢 產生了分流的效果 但是我們要去配合它 如果我們繼續充量 很好奇 然後讓它的交通增量 這時候呢 交通量達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門檻值的情況下 即使造了一條新的塑花蓋 塞車四所難免 到時候它的效益也會達到很大的折扣 黃創辦人 你怎麼再去看呢 如果說其實我們剛剛一路談下來 有一條路很開心 但實際上 這個恐怕 這個監督的問題 還有呼籲政府要對於這條道路的一個監控的層級 還有就是使用者 要學習使用一條不一樣的塑花公路 像我是跑塑花公路非常勤 我的車子就被弱死砸中過 然後我還是一樣 要圈碑的使用這條路 它的確是一個危險的路段 那我們的工程人員或者地質學界的老師 老師講是在這個社會當中 好不容易採取的一個平衡 做出的這條路 那接下來 像我自己 我也要調整我的耐性 我想去走那條路 我要學習怎麼樣走這條路 可以彼此都可以走得順暢 和氣這樣 那其實我們要看看是說 很多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說 剛才有提到了 其實這條路 我們都想想想想想想 美術頂想想想想也要走 其實真的是 最有觀光的部分 真的要煩惱的可能是宜蘭 大家是不是會從這裡繞過去 然後直接去你們花蓮 那花蓮人對這條路 就是說在觀光的部分 多少嘛 你們有沒有做好 這樣的一個期待 因為這是要這樣啦 既然 好事也沒去啦 人、女孩看起來更淺 沒有啦 就好像國閣建築的政府 這個工程都不擺 這個工程就是 我們高雄和李高雄 這個給我們專業的人 雙性專業去做 那如果說 孝須不去 孝頸看能夠 趕快完成 我們也是無虛貨也好 如果能夠趕快 照說一百年 一百零八年可以開通 我們也是大家 華年官的官民 也是大家出來打破爛 對不對 總是比蘇娃公路跟這條國道 一定有比較好 沒比較壞 但是 紀念好心事 老小沒說 華年人就是選票比較少 三十幾萬人 台東也是合法的五六十萬人 希望政府比較重視 我們也有六歲經歷 華年人不是三等公民 訴求一條平安回家的路而已 很簡單 真的 所以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我們想 蘇花蓋真的是一個起點 但是陳老師 我們剛才一直提到的 就是一個安全結構的問題 是不是能夠從此高枕無憂 另外呢 我們剛才也提到說 這條蘇花蓋 他變成 變成台九線 因為該這台九線 雖然公有這 所以有一些移控的管制 但是我們覺得 因為 正因為他是一條相當特別的路 他在相當特別路 所以是不是在一個政府 包括在交通的層級上 是不是應該要給他一個特別的地位 不能只當一般的 過去的那種省道來看 對啦 因為你看 其實他也是一個屬於類似快速道路那種規格 我們老實講 對不對 所以其實用車人來講 在那種這麼直的 這麼 如果沒有車的話 速度已經快嘛 對不對 所以這種東西當然是 剛才講的 用路人要特別小心這個 當然還有一個維護各方面 還有一個 是這個區域來講 有些隧道口附近要特別注意 因為那邊來講 可能有些落石 或颱風的時候 有些樹枝會從山上 會飄下來或怎麼樣 因為你接近山邊的話 總是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來講 慢慢在 我們在運作的過程裡面 就要特別注意 剛才也談到說 我 東澳和南澳一定堵車啦 你可以想像的 為什麼 因為東澳要到南澳這端 你要爬一個山嘛 那個要上坡嘛 那陡坡喔 車速已經變慢嘛 所以那車 那邊兩個 我們可以想 那個一定堵車啦 那堵車有時候 我們想也好嘛 東澳南澳剛好做生意剛好 以前我們都做 我們沒有鐵路的時候 我們就 東澳南澳就是休息站 那邊就是要吃東西的地方 所以像那個李老師 如果說這樣一步一步看 是不是其實蘇花改2 也要跟著開始做規劃 還是說其實目前外界還沒有這樣的一個看見 除了蘇花改之外 我特別強調 東澳到南澳的改善 跟我們的大清水道重德的改善 一定要趕快開始規劃執行 這樣的話全線才可以變成一個 連貫一致的蘇花改 所以其實這個今天的同社典禮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也期待真的能夠給一個 花東地區的鄉親啊 能夠有一條安全回家路 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們再會 好 臉部上面 人在左邊 天福哥你大概沒有 有 有 來這裡工作那麼容易 要電保 電保是什麼 知道以前要保證人啊 不然的話怕你損毀公務 沒有人賠償啊 電保 我就不懂這個詞 因為你沒有找過工作嘛 留言2017年最喜歡的兩部公視節目 就有機會獲得相關周邊產品限量付帶 詳情請上公視粉絲翻查詢 一文特區雕塑大師羅丹 Be deeply fiercely true Never hesitate to express what you feel 他的作品震驚了當時社會 他刻畫出抽象卻真實的情感與欲望 而他的私生活也充滿爭議 Malevolent goddess And yet I love you furiously 雕塑大師羅丹 旨在公視三台 I love you I love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